大家好,這集想和大家介紹利昌標行 他們早幾個月開始就是Minasse 有些人讀Minasse 不過Minasse因為Minasse 都是不同的地方讀法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日本的牌子 一隻日本的Boutique Brand 即是小種牌子 不過他做得非常出色 因為他連產只不過是500隻 之前一直都是在日本本土賣為主 早幾個月應該是 阿華哥幾個月前呢? 應該是3、4個月前 我們才引入Minasse 來香港做了代理 亦都是在利昌標行 是AD 又齊 它這家Minasse 基本上有三大系列 這三個系列在利昌標行都可以看到現貨 今天是可以看到現貨 即是早期的時候經常都沒有貨 因為一來 因為他都來得很少 一來都是通常都一兩天就高清 現在終於可以看到全部的現貨 其實我是想叫我的標迷大家 其實如果有空間的話 都下來利昌標行看看這隻牌子 就算不買 我都想你下來看看 為什麼呢? 看看一隻小種牌子 是怎樣做它的手錶 OK? 啊 啊 是咯 華哥 這隻牌子呢 為什麼會這麼 得人 喜歡呢? 尤其是玩標的人 現在 除了機身之外 一般標迷都很注重 打磨 是啊 現在的標迷 除了玩機身之外 他真的很注重 錶帶 針面 那個打磨技術 那些手工 那這些手工藝 如果結合上來 這個定價 就不會太貴 嗯 沒有什麼新意 最主要是很多牌子 即是換色 換size 各樣東西 反而這隻 Mines 它是有 就是那個 手工藝在裡面 包括錶面 錶面 錶面 這個 物料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不同 不同角度 都呈現不同的 一個反射的 是啊 很特別 那麼 這個錶殼 也是一個 很複雜的一個 construction 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 字啊 面啊 殼啊 那個設計 是 透底 基本上 有三個系列 一個就是 叫 Divido OK Divido 圓形這個系列 第二個系列 就是這個 七窗 叫 7Windows 是七面都開窗的 OK 方中大圓 方中大圓 是 很有美感的 那麼 最主要我想跟大家推介 這一隻 因為這隻是我和 這個 這個 Mines 這間廠 是去 是 談了 做一個 香港限量版 三十隻 OK 那 已經是兩個多月的事了 是 那麼當時呢 我們是接訂 接 我們的標賣 訂 那麼 四月中 先到貨 現在他們都 覆了我們 是會 四月中寄出些貨 我估計 應該四月尾之前 就可以 有 那些標謎 就可以收到他們的標 那麼 三十隻 香港限量三十隻 將會有一個 呃 黑著在這個標底 Limited 和Hong Kong Edition 那這個 這隻標 暫時來說 就有 多少個訂了呢 呃 計算 有二十五隻 二十五隻 應該只剩下五隻 OK 那包括我自己的那隻 在在內 因為我自己都 訂了一隻 因為我覺得 這隻 就 呃 都是他們的 這隻牌子的 最經典一個款式 也都是 大家如果知道 日本的前首相 都是戴著這隻 這隻 Divido這個 這個款 的 OK 所以呢 現在 就 還有五隻 可以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下來 看 看實物 之後 如果你有興趣都可以下訂 我們當時下訂 呢 就要等三個月 如果你今時今日下訂 就說等兩個星期 是 你也是 是 不過呢 暫時只有五隻 那這些 限量版 大家都知道 之前我都有推介過一隻 Paul Peacock 的Lamania 那隻又是限量幾十隻 那這些限量 一完了就沒有了 是啊 那有些人 就 再錄回我以前的片 來再找 其實是沒有的 那些 這隻都一樣 因為他做了一個紅色的面 之後呢 就不會做同樣這個 紅色的面 在其他集團 所以都是很特別的 只是 香港做這個紅色的面 所以啊 現在剩下五隻 有興趣的可以 下來 來川標行 看一下 還有下訂 可以先試手 有些神物在 是啊 其實我 也有另外一件事 想跟大家說 如果你是網上訂 或者什麼 你就看到圖 你都沒有實物在手 那 就算你 可能有些 有些人 可能都是網上訂回來 一隻半隻 那 轉手買 之類 不過都是那一隻半隻 我想說的是 尼春飛行這裏 是有整個collection 給你上手 你覺得 喜歡 才買 那這個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好像我片頭都有說 就是 是很難得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你看到這隻 很少種的日本牌子 包括亞洲區 它也都不 應該我記憶中 都不是很多地方 真的有一個代理 因為它生產得很少 一直以來都是在日本本土埋為主 還有它們在歐洲那邊都有做一些銷售的 最近好像早兩三個月 它們才開始打入美國市場 所以都是慢慢慢慢 你可以看到它那個 那個 那個 分佈和增長 現在也是一個 很好的機會 給大家可以下來 尼春飛行 摸 上手 整個系列 剛剛說了 這兩個系列 第三個系列 是什麼呢 就是這隻 Horizon Horizon Horizon的標課 都很特別 華哥有什麼特別 這隻標誌 是一體式的 這個設計 嗯 你可以看鋼帶子 你可以看鋼帶子 對 OK 對 切割打磨 就很明顯 對 尤其是這一邊 大家可以看到 對 都不是容易做的 一個工序 也不是一隻可以大量生產的手錶 因為 就算它的帶子 也是 全部都是 對 因為每一格 都是人手砌上去 嗯 它不一樣 一般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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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幾格 三格 大部分都死格 拆不到 它這個每一格 都是三格 沒錯 格格都脫到 是的 所以就是有 這個 這個特別 還有 有很多 工藝 日本的工藝 還有 打磨 在這隻標 裡面 OK 就算 它用一隻 ETA機身 它也都 將ETA的塊肉 是做 做了很多 打磨 OK 如果透底 那些標 你就可以 看到 連椅子 也都 改了 去一個 Minashe 的一個 標誌 OK 對了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下來 離窗標行 看看全部的 collection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